或是網頁或是在畫UI按鈕 使用者介面的按鈕 這時候你看到的一些圓甲 或者一些曲線 不貴的曲線 你就可以比較正確的看到它 最後轉點證的樣子 那另外一點就是 因為切換成這個像素 當然像素預覽 我是在很多繪圖軟體裡面都用 可是呢 我們在這邊多了一個什麼呢 多了一個對齊 做了一個貼齊 貼齊什麼 貼齊像素 也就是說我今天只要用的是 像素預覽 我就可以去想 去利用像素的方式來貼齊 我從這邊來看 好 這張圖呢 就是一張 以點證形態去產生的圖 然後呢 這邊已經是像素的預覽了 那今天我如果在畫圖的時候 你看我要放大一點來看 這時候 我如果在畫圖的時候 我可以這樣子再畫 這樣子再畫東西 它的貼齊是什麼 以像素的方式來做貼齊 這樣子呢 我在畫各種元件 或是各個物件之間 在對在一起的時候的位置 很比較準確 因為它算的是像素 不再是我們自己在定的這些尺寸 因為尺寸在轉點證的時候 它還是會有誤差 所以它直接用成像素的對齊 有像素預覽跟像素的對齊 那另外一個方便的功能呢 叫做文件射盤 文件射盤呢 在這邊我先把它叫出來 這新功能也非常方便 它叫文件射盤 我先把它叫出來 那這個射盤呢 是什麼來的 是我在這張圖上面 所畫的東西 我們先開一張圖來看 先來叫新的圖 好 這張新的圖 因為裡面沒有任何東西 所以已經沒有建立 我在這邊開始畫圖了 畫好圖之後 如果開始來先點射盤 左鍵按一下給我一個射盤 右鍵按外方 一樣給我這個射盤 它會這樣子產生射盤 另外一個產生射盤的方式呢 是怎樣 我如果以後再 我先會錄一張圖片 找一張 不用 我忘記了文件夾 來 我從文件夾裡面 OK 我喜歡這張圖的要亮 我喜歡這張圖的顏色 我現在接下來 我是色彩計畫 想去根據這張圖來做的話 OK 這是一張什麼圖 點正圖 它是一張照片 不管它拖進來 拖進來之後 它會問說 你要你幾個顏色 最多給你256色 確定 這張照片裡面的顏色 會變成你的色彩 會這樣變成色彩 所以直接用點正圖也可以 另外一個 我也可以怎麼做色彩呢 我再開一張 這一個 我在這邊能做這四個顏色 如果說我想要做出 像顏色表那樣的色彩變化 來當成我的色彩的話 那很簡單 我只要對這些物件做漸變 第一個 這樣產生色彩的漸變 那我中間讓它是九個 九個 九個是相當永遠顏色表的 零到一百 對不對 零十二十三四十到一百 OK 這裡也把它漸變做成九個 然後呢 我把這兩個漸變 先打散 打散之後 再群組一次 那這個東西 這個漸變 我也先把它打散 讓它不再具有漸變屬性 然後再把物件再群組一次 這時候我就可以再把它 做出這樣的漸變 然後一樣做出九排 這樣子做出像顏色表的變化 那這個變化做出來 我如果需要調出這個 調這個 紅 藍 紫 紅 黃 這之間的色彩 然後呢 我再把這些東西再打散 打散完之後 這類東西拖進來 就是色表 這是文件色盤 那文件色盤呢 你會發現到 剛才我在這邊開啟這份文件 開啟這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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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到的色盤都不一樣 所以它的文件色盤 是跟著你的檔案儲存的 你只要有建立文件色盤 你跟著檔案儲存 那這時候這張檔案 你在這邊做了一個專案 下次用別的電腦打開 你就不用擔心說 我剛才設定的顏色在哪裡 因為你往都要一直拿著低管 或者要自己去做一個色盤 現在不需要了 你只要做成文件色盤 你也不用再去把預設色盤拿出來 到處找到處改 這就是文件色盤的好處 這在我們常常在執行一些 CIS規劃的專案裡面 是常常用到的 我這邊再講一下 這邊有一些商業作品 這邊先順帶提一下 這裡是我利用Cultural 常常在Cultural或者是Painter 可能有在家共識的 這種產品在畫的東西 第一個 第一個這個筆桿 就是前面畫的這個 這其實我是在講說Cultural 就是很好學 每個工具就把它拿起來吃了 吃了就會了 這是很好學的一個功能 一個軟體 所以我用這樣的平坦來表現 這是在利用Cultural Cultural跟Painter的一些效果來畫 這是幫Painter畫的一個超人 所以我們先跳過 我現在先來講一個 這是Painter畫的 我現在先來講一個CIS 以CIS的規劃來說 譬如說我今天在設計這個Logo 這個Logo 這都是目前已經有的公司 現在這個Logo 因為我是用一個PRO-STAR 琴心 然後畫了一個太極的琴 這樣子 這樣去畫一個Logo 那這些顏色呢 當然我在這邊已經做過了光影電話 我利用一塊塊物件去處理的 或者是以這個Logo 以這個Logo來說 這是很簡單的 大家都知道這是開關嘛 對不對 因為他們公司叫做GWM 然後我就轉成GWM 然後因為轉的是一個 在螢幕上面按影牌 所以就用RGB三個顏色 那這樣一個開關 這些顏色我在使用的時候 譬如說我在這份檔案使用 下次我這個Logo拿到別的專欄去 就是別人的電腦打開我這樣圖 如果按照以前的舊版的話 我必須再去拿P管去吸這些顏色 我才知道這些標準折開什麼 可是我現在這個東西 我只要在畫的當時填上顏色 它就會幫我存在文件設斷 那你也可以去選定說 哪些顏色是你 來我先不要選到 通常這邊我會另外加畫一個物件 然後呢 我還可以在這邊挑選說 哪些顏色 哪些顏色是我目前這邊用不到的 你還是可以對它做刪除 或者是形成或移民 這些選項都可以去處理 它有一個自動更新 也會根據目前這上面的物件屬性 來更新你的色盤 這個是在Local設計裡面經常會用到的 這個也是在設計Local的部分 然後再回來看看這張 所以這是文件色盤的運用 我在這邊這裡有提到 就像剛才這張圖 在這張圖裡面 我把這張圖丟進來色盤裡面 讓它去分析這些顏色 它可以給這圖抓進來的時候 它可以從0.256去幫你抓顏色 這個叫做文件色盤 也是一個新增的很方便的功能 然後呢 最後剩一點點的時間 剩一點點的時間 我要介紹的 並不是扣除性功能 就像剛才我那邊有些商業作品 是設計Local或是畫插畫 因為在做商業設計裡面 其實設計Local的機會 並不是那麼多 公司一打一開的時候有Local 然後後面後續做一些其他東西 不會一天到的畫Local 在畫的時候 其實經常會用到的是海報 海報其實還牽涉到什麼 牽涉到圖文編輯 其實這個功能 從13的時候就有了 就是表格工具 而這個表格工具 其實很多人都說 我幹嘛在扣除裡面去弄一個 有點像以Sale畫格子的東西 然後呢 又沒有像以Sale的試算功能 開始有人說 那我幹嘛這樣畫格子 其實不要這麼想 因為說真的試算 那些試算 那些程式那些東西 當然是以Sale好 可是呢 在畫格子 我們今天在這邊做圖文編排的時候 它的格子是這樣子 你可以來這邊設定格子的數量 設定格子的數量 可以增減 或者是呢 我可以拿個造型工具 直接對格子做這些格子的調整 或者是我可以決定 這邊是用Ctrl下去選 我可以決定這兩格 把它合併儲存格 我可以決定這兩格 把它合併儲存格 我可以決定這一格 把它分割水平的分割儲存格 我可以決定這一格 分割產幾列幾格 或者是我決定這一格 再把它垂直的分割儲存格 OK三格確定 這樣子 它可以這樣去畫格子 那畫格子的功用是什麼呢 畫格子在你做圖文編排的時候 會很好用 我現在拿這個例子來講 這個也是我在用這個格子來畫 我現在就頁頁頁給大家看 那我畫好了這一格子之後 我先按照我自己所要的資訊 去把它稍微做分配 我要這三格是一個單位 這三格是一個單位 然後呢 這兩格是一個什麼 是這一頁的一些標題跟說明 我就先畫好這根格子 畫格子的時候很方便 它可以這樣子 直接拖 可以這樣子 直接拖 這樣直接拖 然後呢 再編輯格子的顏色 再編輯格子